原理二遍 妙其中道 你看 教学要不要做 要做 非常认真努力在做 做了之后 心地干净 一成不然 妙其中道 做跟不做 化成等号 做而无做 无做而做 这是中道 愿修愿振 弹指愿振 这些极乐世界修行 确实 这四个字用得好 极乐世界修行是愿修愿振 为什么 一门里面有一切门 一切门就是一门 你不一定一无量设计 学什么都可以 学华严心 学天台心 学于切思地论心 不管学什么 一就是一切 一切就是一 真实 你喜欢选拥就选拥 成就 完全平等 一精通 一切精通 一不论通 一切论度通 经论日体 故意 此 即 弥陀大愿之本 谱弦大愿之宗 谱弦之宗啊 弥陀大愿之本 就是愿修愿振 谱弦之 谱弦之 也谱弦之 这么长的时间 你就圆满成就了 这真的 不是假的 难兴 难兴之法 该 明真实之体 放弃真实智慧 诸真实智慧 故能 开化闲事 真实智悸 如诸方光 环照主体 这一句说得好 诸 强调真实智慧 重要 那 经文里头 诸真实智慧 到专业妙图 那 真有真实智慧 他才能 教许 在佛法里 发誓 人家趁你死 自称弟子 私弟子 私生关贤 你拿什么教他 他在这里学着什么 这个体用是智慧 不是别的 所以能开始 画 画是教学的成功 变化旗帜 画凡为甚 画物为善 画迷为物 要画了 如果要不画了 光教没有成绩拿出来 这也开化了 你真体会到了 就显示真实智慧 显示真实智慧 就是明心见心 真实智慧是本心 显示就明白了 显示就明白了 明心见心了 啊 这是 佛陀 法身菩萨 有能力开始 帮助你 帮助你 转迷为物 明心见心 啊 下面一个比喻 如猪放光 还照助体 啊 好比 古人所说的 夜明珠啊 夜明珠放光 照外面经界 也照到他自己 这是说明心见心 不但对于自己 完全通达明了了 对于别人 也通达明了 啊 对于整个宇宙 过去现在未来 通通明了 啊 孤 极落水鸟 树莲 一丝一响 席界 圆明珠德 啊 这将 极落水鸟 到那边是能看到的 啊 不但佛菩萨 圆明珠德 你那边的 植物 矿物 啊 花草树木 通通都圆明珠德 为什么 你看 能开悟 你闻香 能开悟 别的世界没有啊 极落世界 圆满居足 啊 佛因 一业 是 弥陀 大觉 真心 古觉 妙德 啊 业业呢 又是我等当人自信 本居之 如来智慧的相 华言经上 所说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的相 只是你现在迷 没透出来 你一旦觉悟了 一旦明白了 统统都恢复 所以 智慧不是外求的 是自信里的本有的 德能也不是外求的 外求的是很有限 你学的的 你本来有 那不但具有德能 还具处无量的相后 智慧的相 啊 德能相后 本具 只要 把障碍放下 让自己的真心 显现 真心起作用 就是 如来智慧的相 啊 跟诸佛 完全平等 啊 尼 陶 佛 啊 尼 陶 佛 啊 尼 陶 佛 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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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 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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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